Hello大家好 我是斑斑 想和你去看更广阔世界的小怪兽 我是不是很久没有更新了呢 其实不是的 还好 因为我换了工作 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件比较狗血的事情 就是 我换工作 每几天差点跟我同事吵了一架 法国同事 事情是这样子 让我唯唯跟你们道来 就是 我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 其实我们公司已经有两个中国同事了 但他们的法语都 就是 有一个还不错 有一个还在学法语 然后呢 但是他们的法语可能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应该可能没有我好 根据我的估计 因为他们在道法国的时间比较短 有一个女生可能才到了两年 然后她一直都是用英语受课的 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好像也就两三年的样子 所以可能没有我法语好 按照经验来说 然后呢 事情是这样子 我们中午在吃饭 然后呢就有一个法国女生 就是同事就冲过来跟我们说 哎呀你们两个中国人不要一直讲话了 就是因为我们才认识 所以我就跟那个中国女生在讲话聊天 然后再说一些工作 还有什么生活上的东西 然后完了之后 这个女生我就微微一笑 礼貌 尴尬 而不是礼貌的 微微一笑 没有吃饭 然后完了之后她过了下来说 她说 你这个新新竹 就是 其实就是新啊 就是中国竹 就是 有点像 就有点像我们说日本鬼子 养鬼子那种 就是这种中国狗 她问你们这中国狗不要再说话了 我其实非常的神奇 我当时突然下火了 然后我就按捺了一下 我想说 嗯 刚来上班两天 不要跟同事吵架 忍住忍住 然后过了一下 然后她又重复 她说 你们新竹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 我就看了她一眼 我就说 在我的理解 新竹是一种 骂别人的话 我是用法语 就是说 然后我就说 如果你要骂我的话 因为那个女孩 染那个白头 染那个金色头发 她本来就不是金色 她是那种 绿色头发 染那个金头发 因为在国外呢 叫人家这金发的话 就是说 就是意思 也就是骂人家蠢 然后当时那个女生 就是倒吸了一口气 然后这样看着我 然后她说 哎呀没有啦 其实我只是因为 很喜欢你们 所以想跟你们开玩笑 然后 我这个时候 好想回她一句 那我也跟你开玩笑 每天叫你Bloom的 好不好 然后忍住了 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 然后我就 我就 我就礼貌 尴尬而不失礼貌的 又跟她微笑了一下 我吃完了我的饭 我就说 大家下午很好 拜拜 我就走了 然后其实 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呢 就想跟大家说 其实在国外的工作也好 生活也好 无论什么事情 或者你跟 在中国你跟外国人 交往的过程中 我觉得就是 他们那种 有些人 不知道哪里的自信 应该就是 洋垃圾那种傻逼 我真的就是 我当我那个同事 我也会这么说他 就是洋垃圾那种 傻逼的自高心态 然后来回复我们 然后说这种 就是非常有侮辱性的东西 而且还说是开玩笑 我真的觉得 一是情商低 二是洋垃圾 就是自己对自己 自恃甚高 在很多 刚去国外的留学生 可能对这种情况 不知所措 可能会就 稍稍微笑一下 然后不知道干什么 我觉得有时候 反击他们 真的是一件 很好的事情 我今天 现在回想起来 我觉得我今天 说的这个 我挺舒服的 因为如果没有说的话 我就会 还是觉得不舒服 而且他刚好 在那个点上 如果我隔天去说的话 可能会觉得 哎呀你怎么想 这么多这样子 但是我 刚好在那个点上说了 我其实心里还蛮舒服的 反正是成长的一部分吧 然后 我知道底下肯定有 巴拉巴拉巴拉留言的人 说哎那你为什么要去国外呢 那你怎么不留在中国呢 你又是个什么时候重阳没外 我觉得这些就是 三观不合不强容 不要在底下留言 求你了 谢谢你 谢谢你 不要看我的视频就好了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国外的生活与工作经验 然后也希望就是刚刚出国 然后想知道 未来工作生活一些烦恼也好 一些快乐也好的朋友 一起能分享就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点赞 关注我 我是斑斑 想和大家去看更广播 谢谢小关手 拜拜 拜拜